就是mypb.test等於空置串 然後myrand.test 上面這三個都是.test 下面這兩個是什麼 點caption 這個是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在那個vpa 這個版本是這樣 到單列車沒有 就沒有點caption的東西了 全部就要點test 因為他可能覺得這個是caption 那個是test容易讓使用者搞不清楚 所以一律統一就是點叫.test ok那這邊的話呢其實寫法非常簡單 我就是直接把這個地方 把名稱打上去然後呢再給他空置串就可以 比如說我這邊第一個就是mypb 你就直接那你並沒打錯也是mypb 點下去如果說有出現表示這個這個原件是存在的 那你打個t test 等於什麼等於空置串這樣就好了 好 那買還有什麼myrand 比如說這個rent pay好了 比如說我要rent pay 那大小寫沒關係 原來你可能那邊大寫 這邊打小寫 點下去其實就是 那當然你這邊打個.test 你會發現沒有對不對 那表示說你這個地方應該是 點caption caption 然後等於空置串 那其他的我想自己總共會有五個就自行在把它給他空置串 空置串就是把它清除掉的意思 這樣的話呢就完成了這個清除的動作了 清除動作之後的話呢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 新增到資料庫的動作 那新增到資料庫裡面這個部分就 等於複習上個禮拜的 第一個你要建立資料庫 對ss 那第二個就是說 一個蘿蔔一個坑 你要先五個欄位 所以在ss那邊要建一個比如說資料庫 資料庫名稱叫房貸好了 那房貸裡面有個 房貸的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有五個欄位 那我們按一下這個新增到資料庫的時候要把 那一筆資料呢就把它 傳到那個資料庫存起來 大概的流程是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稍微複雜一些些 可是反正你就把它標準化流程以後反正就照這樣流程 做 基本上 就不會出錯OK 好請各位試試看把重新輸入這部分 然後呢新增資料庫部分 資料庫部分上禮拜部分看把它做個複習好了等一下我們 就來看我新增到資料庫部分怎麼 把城市要怎麼撰寫 好